戴着黑框眼镜 西装别着印有NASA字样的胸针 他是NASA艾姆斯研究中心主任杜隆孙 出身台湾移民家庭 拥有加大伯克莱分校机械工程学士 史丹佛大学航空航天工程硕士和博士学会的他 现在是领导NASA技术革新的关键人物 这就是我选择的道路 其实是很不同的 但是整个教育和自己的价值 并一直在学习 在哪一段階段 你在生活和你的业务 一直在那里 台湾自治气象卫星裂缝者近日起运 预计9月升空 谈及这项成就 杜隆孙认为这是振奋人心的消息 乐见国际间的参与度提升 现在有很多企业在空间和发展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一个很正确的发展 这个地区现在移动得很快 有很多发展 还有高科技 当然台湾一直在地区上有很大关注 高科技 但是高科技需要我们 进入空间 使用空间 使用空间 有部分人士意测NASA重要性是否会弱化 对于此相观点 杜隆孙抱持乐观看法 在民间能量投入后 NASA将专注于技术推荐 杜隆孙也预期 AI科技有助太空任务发展 看好太空领域工作机会增长 从NASA的一名实习生开始 一路做到管理三千人的艾姆斯研究中心主任 杜隆孙说 教育带给他实现自我的机会 某种程度来说 也是一种美国梦的体现 中央市记者张星渝 旧金山报导 中央市记者张星渝 旧金山报导